笑什么 感觉你都没变过 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那么别扭 你总是这样 总是让别人去猜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昨晚你亲我的事 还有你安排庄诺娜的事 我都已经觉得无所谓了 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去猜 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了 三年前是你提的分手对吧 分手的原因是你觉得 我想离开你去北京培训对吧 对 也不对 我可能是觉得 想闹一闹脾气 等你回来找我 但是你没有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 分手那天 我的第一个病人 在手术中去世了 那天 我找房子搬家 差点被房屋中介欺负了 我跑去医院找你 却听到你要去北京 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北京 没过几点就后悔了 买了机票飞回来 但却在机场看到你和吴博松抱在一起 所以你觉得你一走 我就和吴博松好上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想说 没关系 反正现在我们也快好上了 你别在这儿跟我瞎说一些气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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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江医生 快来一下急准室 知道了 马上过来 急诊电话 在这儿等我 我真的没出息 江沈 江沈 你快出来啊 我是陈小夕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医院啊 能不能帮我找一下江沈 江医生查房去了 陈小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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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 你摔倒了 或者头了 啊啊啊 都 这一起了个包 磕胺成蛋一样的 好像比剥了壳的水煮蛋还要硬一点 还要拿水呢没 别动了 你怎么会儿了 早知道你和江医生是朋友 不就让你进来错了吗 我去拿呀 你和江医生是什么关系啊 我来 过来 贝勿转过来 我去拿 都 轻点 感觉都要把我脑浆给戳出来了 金医生还是我来吧 不用 别动 别动 那个江医生 你先忙 我先去巡房 别动 小夕 你搬娘服拉我车上了 明天我送去你公司 陈小夕 我们和好吗 和好 难道在你看来 这三年只是漫长的吵架吗 你现在跟吴不松在一起了吗 不管你的事了吧 陈小夕 我们会和好的 不会 你躺下来 闭上眼睛 看看有没有元勋感 你干吗 哪见到不能太激动 他们休息会